你看到現在台灣海峽 即是說升溫情況繼續升溫 因為是中共的威脅 現在看到中共的威脅 之前說中共和日本在尖角豬島又是爭 日本說尖角豬島和台灣的問題是不可分割的 說明已經表明日本如果台海出事 日本我估計很大肯定都會介入 你看到現在東海 日本跟中共東海除了尖角豬島 東海也是跟中共有衝突 再說南邊南海 南海有很多國家 不只是中共 這叫南中國海的名字 你可以改的 像越南叫東越南海 菲律賓叫西菲律賓海 印尼也可以叫北印尼海 這就是名字 最重要是現在發生什麼事呢 日本跟印尼軍事合作 這個軍事合作 這個軍事合作 矛頭都是指著這個叫做中共的 就是中國 看回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個叫做美日 美日在這個叫做東海 就是東海軍事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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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會在這個時間選擇軍事演習 你看到布林肯去日本一轉 這個也是日本跟中共在尖角豬島 那裡叫做火藥味 你啊 升級之際 那就是美日在這個東海演習 就是又是矛頭指著這個叫做中共的 是吧 就是說美國美帝 是已經用實際行動來確定 這個尖角豬島 是這個入美同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肯定美帝會 如果中共夠膽 你可以登這個 所謂的中共叫做釣魚島 那日本的港動明會開火的了 那日本開火 美國相助 那就是等於中共都幾傷的 那你看回 其實都說的嘛 有這個叫做中共威脅論 這個論是很好炒的 這個論是好炒的 是否很多論有時候都會有贏有輸 這個論是中國威脅論 就肯定拿到錢的 肯定會贏的 那再講回這個中國威脅論 那也都看到美帝的一舉一動 那美帝 這要講到 美帝 即美國配備高超音速的導彈驅逐艦 這個隱形驅逐艦 將成為太平洋威脅計劃的一部分 怎樣威脅計劃呢 美國計劃為改進營的 朱姆毓爾特驅逐艦 即這首 隱形驅逐艦 隱形 配備高超音速的導彈發射裝置 此為有關 揭制太平洋地區 可以潛在對手的重大計劃的一部分 那這樣美國呢 就打算在年底前 就試射 這個叫做中程 中程的常規的快速打擊 的叫做 這個叫做 這款導彈 這個代號叫做IRCPS的導彈 就說這個射程是3000至4000公里 就是中程導彈的射程距離 這裏說到 該導彈計劃部署在改進營的 朱姆毓爾特驅逐艦上面 很多專家都認為華盛頓這次升級隱形戰艦 首先是為了招呼中共 這樣就說 這樣就說 該手的驅逐艦最適合用於西太平洋 就說這個哈德遜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這個叫做布賴恩克拉克 表示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可以擊中中國境內的目標 且不易被敵人的導彈摧毀 即是攔截了 攔截不到 這裏說到 這裏說到明 即是說中國有沒有能力攔截呢 首先看回這件事 就是說 這是高超音速的 經常都說中國也說有 俄羅斯也說有 現在美帝都說會做 美帝做肯定沒有問題 經常都說高超音速 這麼高速度 首先 經常都說準不準的 最重要準不準的 你看回 美國有巡航導彈 不快的 雅音速 但是他的賣點 就是準 是吧 你快沒用的 最重要準的 你中共吹他的高超音速 都是吹的 是吧 究竟有沒有試過是否準 是吧 準的意思 你懂得到的距離 你鎖定的目標是否真的打得中 你這麼快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你快而不準 是沒有意思的 你快的意思 他快的意思就是 他 中共的目的 甚至俄羅斯 他快的目的 就是說 經常都說這裏 攔截不到 是肯定的 因為你快 快是很難攔截的 但是你準不準 你打不打到目標 你避開到的難節 其實就是等於這個導彈是廢的 那再說了 那現在這裏講到明了 但是更重要的是另一點就是 配備高超音速的導彈的潛艇難以被發現 驅逐艦可以追蹤 這隻驅逐艦可以成為 強大揭制和威懾的因素 當在本國海岸附近 發現該級軍艦時 中國政府將採取行動之前 會百般考慮 克拉克認為在中國領海附近 說明了 中國領海附近 中國領海附近 長期直班三艘的驅逐艦 一艘是海上 一艘是準備遠航 另一艘是維修中 如有需要的直班的驅逐艦 將進入南海 向中國境內的目標射擊 即攻擊 或者 僅憑自己的存在 讓北京更加好說話 即是說 有這個東西 可以和北京更好談判 談判 講到明了 這個隱形艦 就說在2007年開始建造 因為成本高 就是美國海軍 只列裝了三艘 而非計劃的三十二艘 據最新消息 這三艘的驅逐艦 每艘造價是四十四億美元 首先 在這裏說 之前說 會做三十二艘 現在有三艘 其實最重要的是這個卵 這個中國威脅卵 這個中國威脅卵 如果有得炒 即不是炒 肯定有得錢 這個三十二艘就不是問題 是吧 國家安全 肯定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最大的安全威脅 你叫美帝的盟友 扔一下美帝盟友的心口 周邊被中共威脅那些 美帝盟友的心口 扔一下他 他都肯課水 肯課水幫美帝做這些 對不對 現在看回 現在的情勢 很明顯是日本的態度 對中國 很曖昧也好 但是領土問題 安全問題 不用說的 印尼也是 菲律賓也是 是吧 安全問題 一定是站在美帝方面 做生意 可以跟中共做 好 你付錢便可以 安全威脅 這是最重要的 安全 老實說 等於這些盟友 經常說交保護費 肯付錢 他自願付錢 就知道 你這個中共威脅論 裡面 真的有得炒 很多人肯買這個 中共威脅論 所以 這個 我都呼籲中共 不要縮 真的不要縮 繼續軍備競賽 繼續做你那些 零五五 那些 萬噸級的驅逐艦 繼續做航母艦 繼續做這個高超音速的 即是你所謂的飛彈 甚至繼續做中程導彈 彈到這些洲製導彈繼續做 這樣 這樣就真的好看 最重要 你真是戰狼的樣子 不要戰鬥 不要害怕 個人意見 獨立思考講完